其實我最看好是大唐神凌冤 是的 但不要緊 先說了一八一一同九五六 說幾個我們都覺得OK 因為其實走勢上有分別不大 其實整個碳交易市場 我們最怕推的那段時間是甚麼 我們都說始終是遲了慢了 我們不會超有信心 但這些是首選來的 現在面對著問題就是 在政策上其實上次都解釋了大部分 碳交易市場出來不會是終點 現在在說每噸碳的交易價格 五十多元人民幣 而外圍正在做 差不多接近六十多元美金 是美金 價格相差很遠很遠 未來每噸碳的價格 預料會升上去 但當然你要多久時間 追到歐美市場上 一定是很長的 你要整個碳交易市場 全球這樣交易 這是很漫長遙遠的目的 可能真的整個碳中和規劃上 去到2060年的時間才能夠做到 但問題就是大方向 現在至少對於大行 看這些股份來說 他們有個角度 就是至少每噸價格 長勝長有 未來是有一個很穩定持續的收入 另一方面就是 為何選擇這兩隻 因為有風電 風電在這麼多新能源當中 碳排放是最少的 而碳交易市場的原理就是 每間公司給你一堆代表 那代表你用到多少 就算你做風電 太陽能那些 你都一樣要用碳排放代表 但用完自己的那些 然後又賣出去 所以越低碳排放的公司 就越好處 但如果你在這個時刻 你八月開始才留意這些股份 短線的角度就是 純粹資金沒有出路 因為我們說 板塊可以買 越來越收窄販 可能只剩下一些政策受惠 就是這些新能源股份 所以短線是薄它 再繼續衝過一針 純粹就是在它見頂前 起碼你儲回一些利潤 萬一有什麼事上來 最多在這些位置買 可能打回圓形 角度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短線這些市場 要買東西的話 這些都是首選 你安全一點的 就買956 這些是相對地走得比較慢 有天然氣 再加上風電上面 是相對地比較好 但如果你是論進取 向來最波動一定是 中光核新能源 昨天就抽升一升 你如果估計再破頂 可能下一步就看到4元左右 對 譬如說916 你剛才也特別提及過 現在又是否一個好的時機去吸納呢 如果真的看好這個板塊 其實我們看到整個板塊上面 上個星期大家都知道市場很差 但問題是市場開始回穩的情況 資金比較快 在這個板塊上面 買一些龍頭 是買龍源電力 還有2208金峰科技線 但是要留意就是 我們害怕就是 炒完龍頭之後 其實在最後 又是追回一些 股值相對比較便宜 小型的股份上面 弄完 所以如果要去買 去到14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可以上車 其實有些大行年頭 那段時間都看20元 那些因素就是剛剛說的 但有時候就是這樣 股票市場 那些東西什麼時候兌現 你不知道 可能轉過頭上去的時候 就會 那時候明明有人說 看20元為什麼沒有買 那角度就是這樣 如果你看圖上面 的確是突破的 最好分段吸納 這些股份 因為你始終是慢 但你又覺得它未見頂 分鑄吸納是最安全的 那如果你選擇一鑄過的話 農源電力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會到接近14元邊 未必說真的容易 14元上車 但14元邊 可能14.1 14.2這些位置 都可以上車 對 就是都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你的公子 在一起 有時間的 好 快點 可能 快點 Technically 不是 感谢观看